今天我們要前往 有荷蘭威尼斯之稱的運河小鎮 羊角春一日遊囉 早上6點多就從站丹出發 坐火車去阿姆斯特丹轉車 再從阿姆斯特丹坐火車 去阿爾梅勒中心站轉車 再從阿爾梅勒中心站坐火車去斯藤維克站 我們使用線上先買好的羊角春一日捐 包含站單到羊角春來回交通和郵船票 一個人是23歐 這個票對我們來說比較方便又划算 詳細資訊請上官網查詢 坐了三班火車終於來到斯藤維克站了 ㄟ 羊角春還沒到喔 我們還要轉一班公車約15分鐘的車程 原本要坐70號公車遇到公車罷工沒來 改坐別的接駁車 我們總共坐了三班火車一班公車 花了快3個小時 終於來到荷蘭最美麗的村莊 羊角春 一到羊角春我們就先去換船票 預約到11點多的船班 距離開船還有一段時間就去附近走走逛逛囉 沿路上有不少提供租船服務的船家 每家的船隻不同 有大眾船和自行駕船兩種 價錢也會不太一樣 羊角春有荷蘭威尼斯和北方威尼斯的美稱 是一座位於荷蘭中央偏北 屬於善愛賽省的村莊 據說因為有工人開鑿運河時 在地底下挖出許多三角遺跡 而稱為羊角春 以前的羊角春大多沒有道路 交通方式主要以運河和船為主 形成小橋流水人家的特殊景觀 這裡的家家戶戶幾乎都有燒船作為代步工具 搭船的時間快到囉 跟我們一起用最道地的合適交通方式 參觀這座如童話故事般可愛的羊角春 很特別的地方 在這裡的羊角色 這就是羊角色的羊角色 他在鞭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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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告訴我 我們使用的羊角春瑩日 卷附的船隻是大眾船 整個航行時間大約是一小時 沿著運河欣賞旁邊一棟棟可愛的房屋 船上還有船長在接收導覽 我會說一個通道 這是我們在家庭 相比的地方在外面的街道 看一看那些船 看一看那些船是40年 這些船是40年 他們可以做到100年 這些船是同樣的船 我們在外面的船是新的船 現在我們看到船船船的船船 現在已經是45年了 他們使用船船船 船船上船 船船船上船 船船的船船 這是一個美景的船 還有船船的船 船船船船 船船船船船 船船船船船船 船船船船船船船 船船船船船船船 一開始先飄著毛毛細雨 現在雨勢越來越大 好險我們坐的船 可以遮風避雨 讓我們不用吹著寒風 悠閒乘著船 熬油在河道之中 沿路上看到許多屋頂 是用蘆薈茅草做的房子 都長得好可愛喔 主要是因為早年羊角春 泥炭沼澤遍布 土壤的養分不足 只有蘆薈容易生長 過去買不起專瓦的窮人 就地取成將蘆薈編成屋頂 這樣的房子反而都暖夏涼 防禦又耐曬 比任何建材都耐用 如今蘆薈茅草房頂 比專瓦造價貴上幾歲 現在要有錢人家才買得起呢 太危險了 有些人都不足了 既然每天都不足了 但每天都不足了 他們都不足了 他們是一小小的路 這把子看好了 把戶 oblig It's in 的2本是在地上 那你家� Brey docs家都是賄的 而這個老闆那個特地在網路上 從這裡看布掉了 他已經開始了 然後還在擁護 他說在將旁邊 我們有的一零 因為我們坐 Egyptian 在樁返 forma 但我都不想要去射 是全部都在地上 我去找到某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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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面上的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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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隻沿著河道向前行 來到楊巧村最大的湖泊 周圍的房子與樹木越來越少 也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彷彿我們是身在汪洋之中 一望無際的大海 得到片刻的寧靜 不知不覺逛了一圈 船慢慢駛向楊巧村內回到城莊中 正面上的船 正面上的船 那船是穿著 如果你計劃到荷蘭旅行 楊巧村是各國旅人造訪荷蘭的必去景點之一 時間足夠就千萬別錯過這裡 這裡擁有如同化故事般動人的景色 即使是下雨天也別有一般風味 他們住在這裡 住在這裡 住在這裡 住在地上 經常要走到500公里 在車上 然後 你永遠都要走 整個月 外國旅行 旅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结束航程之旅 我们改用步行的方式逛逛阳角村 这里的房子都是私人的 游客可以在外头拍拍照 但不要打扰当地居民 有的桥梁上也会写着请勿进入的牌子 所以要稍微注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边走边和妹妹视讯 沿路看到好多人划着双人独木舟 穿梭在运河中真的好有趣 搭配这里的绿印木桥和房子 形成美丽的画面 这里没有正式的汽车道 车子都要停在村子外头 居民都要靠划船才能回家 游客可以透过运河巡礼 或用步行的方式游览这座静命又美丽的村庄 欣赏两侧十八世纪风格的房子 感受宁静又纯粹又纯粹的羊角村 感受宁静又纯粹的羊角村 这里就是羊角村最经典的拍照角度 有当地特赦的芦苇茅草屋顶和庭院绿地 搭配穿越木桥的独木舟 即使今天是阴雨天 还是让我们印象深刻 村内有许多纪念品店 艺术品店和咖啡厅 路过时可以进去逛一逛 寻找自己想收藏的纪念品 还可以近距离欣赏这些美丽房屋的内部 喜欢这里自在悠闲的氛围 顿时懂了欧洲人的慢活生活 能住在这童话故事般的小村庄里 真的是人生最奢侈的享受 排队等公车准备回去了 回程的游客越来越多 拜拜羊角村 使用羊角村一日卷 回程中庭阿姆斯特丹 还遇到可爱的彩彩 厚脸皮的资深彩粉还冲去问主人 可以摸摸他们家的彩犬吗 瞧她带着满足的笑容冲回来 彩彩真的超级可爱的 尤其这十多天不能摸到自家的宝贝彩梅 只好去摸摸别人家的 没想到这是我们在荷兰遇到唯一一只的产彩 回到站单都点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